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面包超人的工作车辆组装玩具 打开包装,里面是工作车辆的组装零部件 这里面一共有三辆小车 还有面包超人细菌小姿和红蜻蜓呢 这些是工作车辆的零部件 可以组装成三种车辆呢 然后这是组装用的车身 第一辆又来组装的是这个 又用到面包超人的螺丝刀 首先又来组装左边的轮子 用螺丝刀把螺丝拧紧 第一颗 第二颗 又来组装右边的 第一颗 然后是第二颗 再来组装车身 有咖喱超人呢 上面还有红色的报警灯 那车身也要用螺丝上紧哦 上面的车灯也是呢 再来上左边和右边的螺丝 又来发动了 诶 你们能听得出来 这是什么工作车辆吗 面包超人的工作车辆是一辆警车呢 接下来又来组装的是细菌小子的工作车辆 这一次要用到的是细菌小子的螺丝刀 它的轮子是履带的 一二三 螺丝都上紧了 一二三 然后是车身 前面还有一个铲子 别忘了细菌小子的天线 上面也有一颗螺丝 然后把车身其他的地方也用螺丝拧紧 固定好哦 好了 细菌小子的工作车辆又发动了 诶 那你们听得出来 细菌小子的是什么车辆呢 看 前面的铲子还可以上下把动呢 他发现了前面有很多螺丝呢 一下子就把它们铲起来了 那细菌小子的这一个是工程车里面的铲车 你们都猜对了吗 接下来又来组装的是红蜻蜓的工作车辆 用到红蜻蜓的螺丝刀 先来组装它的车轮 要来组装右边的 一 二 然后要来组装车身 一 二 三 诶 后面还有一个梯子 四 车身上面还有一个可以伸缩的救援梯 红蜻蜓要来发动了 那你们听得出来 红蜻蜓的是什么工作车辆吗 它的车身上面有很多水管和灭火器呢 它的天梯救出了细菌小子 哈哈 那这是一辆消防车 你们都猜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DIY自己的工作车辆 诶 会组装成什么呢 要来上螺丝了 一 二 三 那这辆车用的是铝带的车轮 然后车身前面用的是警车的车身 后面用的是消防车的车身 那车身组装好之后 前面再加一个铲车的铲子 然后车身的地方又用螺丝固定好哦 后面再加一个梯子和伸缩的天梯 这样子它又可以救援 又可以铲车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看 铲车可以铲很多东西呢 面包超人 坐驾驶员 红蜻蜓 负责消防车的救援 细菌小子 负责天梯的救援 这样子 我们就组装成了一辆 非常厉害的车辆呢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组装工作车辆 就到这里 你们也一起来组装 这几的工作车辆吧 拧螺丝的过程 非常的有意思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